最近有很多鱼友的鱼缸都出现腥臭的味道 那咱们今天讲一下鱼缸的腥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只要这个鱼缸有腥臭的味道 主要是两点原因 第一点就是鱼生病了 这个锦里大量的患病导致水质浑浊 因为这鱼患病之后 鱼体表粘液脱落过多 跟这个水混合导致这个水质不白色 这样呢就会有很大的鱼腥味 第二点呢就是长时间不换水 不换棉不洗棉导致这个水鱼腥味 咱们给这个鱼缸呢治疗这个腥味 首先要先换三分之一的水 其次呢把这个缸各个角落清洗一遍 最后呢把这个棉清洗一下或换一下 最后呢再看是什么原因 先引起的这个鱼腥味 然后呢咱们再治疗这个鱼病 因为这个鱼呢在没有事的情况下呢 这水呢不可能有特别大的腥臭味 有的鱼肉会说了 用活性碳 咱们下一个视频呢讲一下活性碳 我也喜欢